就是放在你自己server上面 你可以在這邊再按右鍵 New一個可能Furder 也許叫什麼叫Media 或者是叫Video都可以 Media 假設是多媒體的 那你以後的話呢 就可以把什麼呢 你的影片丟在這裡 不過這個影片盡量 盡量是它越小越好 因為你這邊這部分就是變成串流 就是說它最好是用什麼 WMV或者是什麼 RMVB那種串流式的 所謂串流式就是 它會一直丟Buffer 它會丟到它的緩衝區 等到緩衝區滿了 它就會繼續往後播 YouTube也是類似的 不過它有一個缺點就是 如果你的server 至高是60Mbps 20Mbps 那60Mbps是你的下載的 它有20Mbps 是上傳 你的上傳就是對方的 那個下載 所以呢如果你今天把Media 放一個影片是5Mbps 5Mbps的影片對不對 那也就是說你只要四個人 四個人觀看的話 它就滿了 那第五個進來就慢了 就慢了就大家Lag了 所以為什麼有些時候你看一些影片 可能放在人家server上面就會開始Lag 就是因為太多人看了 那怎麼辦齁 所以像我的習慣 我通常像做影片齁 我會放在自己server上 我會放在像YouTube上 然後把YouTube的連結 掛過來掛在我的這個上 比如說我今天 假設啦齁 比如說這邊換圖 你也可以換什麼 換一個video 那這個video的話齁 我們可以以那個我們的像這邊 完整影片齁 你可以看到這邊其實是一個播放清單啦 播放清單它有個規則齁 它的YouTube後面一定是 一定也是個問號 你會發現齁 有沒有 它這個也是問號 其實就執行一個參數 問號後面的話呢 它就是它的參數名稱 等於後面就是什麼呢 就是它的那個 它這個list的 應該算是ID啦 它的編號 這個編號是唯一的齁 你看這一長串對不對 這個是播放清單 所以如果你希望這個播放哪個清單 你可以把這個清單的網址加上去齁 另外或者是說呢 你要哪個影片的話 你把你點影片進來齁 我用那個好了 個別播放好了 把它直接按中鍵跳出好了 看一下 它其實齁 另外的那個影片個別的話呢 其實你會發現 它的關鍵的地方其實是 這個and的後面拿掉好了 這個不用齁 它其實也是 後面有個and的index等於2 就是播第二步 然後這個播放清單 你把它delete掉 實際上關鍵就是什麼 問號v等於有沒有 就這一串 所以呢這個影片它的位置其實編號就在這裡啦 所以呢理論上齁 你可以怎麼樣 可以用串接的 前面這一串都一樣 後面這一串呢齁 你可以針對不同的影片 放不同的編號 它就會播不同的影片 那你想說老師 那我怎麼跟我的那個網頁結合 其實網頁很簡單嘛 你在播這個影片的時候呢 你可以看到這邊有個share share裡面的話呢齁 會有一個什麼呢 這個 簽入喔 有沒有 imbed 然後你就是把這個imbed 把它找到之後呢 這就是它的網址 所以基本上齁 他們其他地方都一樣 frame這些都一樣 只差別在哪裡不一樣齁 差別就是imbed 這裡面的這個齁 有沒有 這個就是它的編號齁 從h 它會整個 其實這個有沒有 這一串有沒有 就是這一串啊 所以齁 頭尾都一樣 中間不一樣 所以以後如果你要簽入不一樣的影片的話 你就是把中間這個字串 串接放中間就好了 應該可以懂的意思啦 也許齁 如果對這個有興趣的同學齁 也許是不是也可以做一個類似的 比如說你點這個 它是哪一個影片 點這個哪一個影片 諸如此類的 或者是你可以怎麼樣 再配合像那個 像Ginbook裡面齁 我們不是有一個那個 錶單裡面不是有下拉清單 也許你可以用清單 或者是用什麼呢 下拉清單齁 可以 把那個功能給做出來 然後它可以點選 反正這也許可以想想 它是延伸性的 剛剛同學問到齁 好 那這部分的話 也許 請各位就是 有興趣的同學 可以自己在 針對影片喔 上面這邊做觀察 它一定是問號 後面一定是個參數 這個就是它的編號 到end符 end是下一個 那個參數名稱 OK 看看有沒有辦法 可以做出一個 也許選哪一個 換一個不同的影片出來 OK 好 這裡也許可以想想看 這裡的話 把圖也許把它換成影片 看有沒有辦法 好 那這個是延伸練習的 我有興趣同學 可以自己玩玩看 再來的話呢 我們如果要針對什麼 針對剛剛提到的那個 就是 字的部分 假如說我這個地方 上面的字 我希望讓它變漂亮一點的話 那該怎麼辦 首先的話 請你按右鍵 檢視原始碼好了 我的習慣是這樣 因為我們這邊目前 原始碼是長這樣 但是我希望讓它變漂亮一些一些 我可以先把這一串呢 複製之後呢 放在哪裡呢 乾脆就放在那個 我們的Dreamweaver裡面好了 Dreamweaver裡面 當然我們 因為它輸出的這一串 它沒有格式 我乾脆把它再格式一下 把它這樣變漂亮一點 不過你會發現我剛剛輸出 少一個這個結束符號 不過它好像 沒有結束符號 好像也不影響 OK 那第二個的話呢 如果我今天希望怎麼樣 假設我希望針對BMI 跟評語 做不同的那個CSS的話 該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當然如果你要針對這些製作CSS的話 第一個的話把它重新整理 首先第一個我在那個 這個地方 新增一個規則 底下新增CSS規則 按下編輯 比如說我針對BMI 這幾個字 冒號這幾個字 編輯一下 那我第一個 這個它會問我說 那你這個CSS的名稱要叫什麼 那我叫BMI好了 也許這邊的話 我是針對BMI 幫我做什麼 做那個CSS的設定 第二個的話 預設就類別了 所以你就類別 然後名稱給BMI 再來的話 你那個文件要放哪裡 我是建議你選下面 新增CSS樣式表檔 為什麼 因為這個時候的話 它會自動幫我增加一個CSS 我就把那個CSS 把它複製到 我們的剛剛那個 這個 Eclipse裡面的 這一個CSS裡面 它就可以讀得到了 那接下來的話 我就把這個 新增改一下 按確定 這個時候它會問你說 那你這個新增的樣式表檔要放哪裡 那我就是放在 因為我們之前練習的是 放在這個CSS的目錄裡面 那我就增加一個叫 BMI的一個 點CS的樣式 點CS不用加 按個儲存 這個時候的話 直接按確定好了 反正我就增加一個 這個樣式表 然後再來的話 就是說呢 針對這個 這個樣式 我要給什麼 所以第一個 字型 也許我把它改一下 改這個 微軟症可以提好了 然後Size也許大一點 然後 顏色的話也許把它改一下 類似吧 其他的話 背景 背景的話 換一下顏色好了 前藍好了 OK 假設隨便改幾個 那我就把它按個確定 OK 那這個時候的話 我樣式就出現了 第一個樣式 第二個樣式的話 我就是再針對這個評語 然後做什麼呢 一樣 新增 CSS規則 編輯規則 那名稱的話 也許我叫 叫評語好了 比如這個地方給中文好了 其實它中文英文都可以 評語 好 那針對評語給一個樣式 一樣放在 bmi.cs 裡面 按確定 然後 這型的話 看要不要其他 這邊其實都可以再加了 裡面的話像 沒有 沒有 算了 用那個 一樣微軟症黑體 Size用24 顏色用紅色 然後其他的話用 看要不要加個斜線 之類的 反正這邊稍微改一下 那背景區塊要不要改啊 等等的 我想這個部分呢 你們自己再玩玩看 反正這效果還蠻多的 按個確定 好 假如我已經改了 所以改這一個 改這一個 那 它之所以能夠變更的話 其實都是仰賴什麼 仰賴一個東西 叫bmi.css 就這個 裡面其實設定都在這裡 所以它開頭一定是用utf8 那一個class一定是一個點 點bmi裡面的相關設定在這裡 評語在這裡 我要能夠轉移 特別重要 我們關鍵其實是要把這個東西 轉移到哪裡呢 轉移到 這css 所以你可以第一個 找到這個bmi的路徑 放在哪裡 然後把這個檔案呢 丟到哪裡呢 丟到css裡面來 或者另外一個方法 按右鍵 你也可以new file 然後把那個名稱 bmi.css 要不就是找到那個檔案 拖拉過來 要不就是什麼 建一個檔案 把 這邊的 有沒有 這邊的那個 對 把它拷貝過去就好了 複製一下 然後貼過去其實也可以啦 OK 把它打開 它建了之後 不過它會問你說用什麼開 我把這個 你就用那個按右鍵 我基本上會用它的文字 test editor 然後把它貼上 其實可以啦 反正兩種方法 要不就是你把那個檔 移過來 要不就是把它貼上去 兩個方法都OK 就會把它save 但問題來了 接下來我要怎麼樣 把那個 我們的陽春的字 要能夠把它變成漂亮的字 我已經設定好了 這個我想 因為之前有講過 你可以先試試看 先講到這裡 待會兒我們再來看 怎麼樣把語法搬過去 其實關鍵就在哪裡呢 你會發現 做完之後 它上面其實有一段語法 這段語法就是從 這個link 到cs的這一串 這個要把它搬到我們的字串裡面 才可以套用 OK 畫面先還給各位